好,那行李耶 耶,对,可以正的可以反的都可以 长庚医院将在10月30号举办2022年长庚永庆碑路跑 台北、嘉义、高雄三地将在同日开跑 这项路跑活动今年迈入第12届 长庚医院表示,与病毒共存已经是全球因应疫情的趋势 而运动是提升免疫力很好的一种方式 因此长庚永庆碑路跑今年照常举行 今年的路跑活动也邀请有跨栏王子称号的田径国手陈杰 担任活动代言人 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说 就是长庚对我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训练的支持、帮助 那即使我们每天在长时间的训练跟跑步上 我们其实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热身 那热身就是在唤醒你的身体 然后有助于就是帮助一些伸展的一些肌肉 还有活动一些关节 然后这些都可以有助于提升你的运动表现 那再刚刚说跑步我们常需要使用到的就是肌力 那肌力就是支撑你的肌肉 然后也可以降低这个受伤 还有这个疲劳的这个几率发生这样子 那其实如果我觉得说像一般跑者的话 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像是起立蹲下 深蹲啊或是弓箭步跟腿蹲这些 从简单的开始 那如果还需要更 需要更专业或是提升自己的话 其实像现在我在外面也蛮多这种跑团 或是我们可以从网路上去学习一些知识这样子 那在每天的高强度的训练过后 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话就是所谓的收操 那收操也是可以增加这个恢复的能力 然后来接受隔天这个更高强度的训练 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我们三届奥运参赛国手 也是我们国内400公尺系路的保持人 陈杰陈选手担任我们的活动代言人 刚刚我跟他站在一起 我就想要跑起来了 好那每一年的路跑我们都有一个主题 可以让大家跑得更健康 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如何正确运动 有效及生免利益 那么这两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像我们国人都很配合施打疫苗 那么政府也在公告10月13号就有机会开放边境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与病毒共存 那么如何提升我们免疫力 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路线上来讲我们安凯是从早上的第一场是6点的竞赛组10.5K 那也是刚刚我跑到黄金路线就是我们跑的是人爱路 那是由西向东 那到了金山堂路左转到冰箱街做一个折返 那这个人数有3000大概700位左右也非常的不容易 那第二场就有10分就是我们休闲组的 那我们这边除了我们的一些选手之外 我想喜爱运动的甚至我们长庚体系的这边也包括整天有7000多位参加 所以这个路线上来讲我们就比较稍微简单一念 就是人爱路西向东中处出发到金山南路口折返 林口长根医院肾脏科医师指出 肌肉是人体重要的免疫调节器官 规律适度的运动好处很多 也可以促进肾脏功能 但中高龄民众还是要衡量自身的状况 调整最适合自己的运动量 当你的透过运动以后呢 你的抗体你的体系绑都会变好 所以它对于这个急性呼吸道的感染也会变好 那此外呢运动因为它会消耗我们的能量 所以可以改善肥胖改善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这些都是COVID-19它的重症的因子 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有帮助 那运动很少大家都知道对于心血管是有帮助的 那很重要是运动可以减缓免疫老化 那对于肾脏其实是有帮助的 因为肾脏病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糖尿病跟高血压 所以透过运动改善糖病改善高血压 当然对肾脏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多慢性病的患者平常会感到焦虑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COVID-19的时代 你不小心得到COVID-19 然后可能要被隔音 其实大家都会有焦虑的情况 怎样改善运动就是最好的情况 运动的话其实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 以及每个人的状况来调节最好的状况 所以如果是中高龄的人的话 我们会建议如果平常没有做过运动的 可以在路跑之前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训练 那这样子可以让自己身体的状况呢 慢慢可以适应比较长程的路跑 那在路跑过程当中 在选择的时候 如果之前比较没有经验的 我们可以不需要去选很长的 可以选短一点点的 那而且运动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跟别人比快 因为目的是要健康 而不是需要去跟别人竞争 那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做调节 那有不舒服的时候随时停下 因为在我们路跑旁边 都会有我们的人员在帮忙注意 那另外就是在路跑的前一天 请大家好好的睡一觉 让身体保持最好的状况 当天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来参加我们的路跑 长庚永庆碑路跑活动 今年也结合许多协办单位共同参与 长庚体系工艺及乡务阿波 当天也会在现场和民众互动拍照 目前网路报名已经结束 想参加路跑的民众 10月6号起可向各地的长庚医院报名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